法国巴黎40%的重症监护病床已占满 巴斯的研究所警告到10月底可能会达到100%爆满 法国周二确诊10489人 累计63.4万人感染 32365人上升 2021春夏巴黎时装周 周二由高级时装品牌香奈儿登场 最新时装秀的灵感来自1950年代的好莱坞鼎盛时期 并添加了法国气息 由于疫情 今年众多的时尚品牌取消了夏季的发表秀 只有大品牌挺了过来 在秋天举办盛大实体时装秀 德国周三增加了2828例确诊 累计病例30万6000例 柏林宣布餐厅和酒吧晚间11点到早上6点宵禁 室外最多5人聚会 私人室内聚会最多10人 市长穆勒表示 如果现在不采取行动 恐将再次封锁 意大利总理孔蒂将签署一项法令 规定从周四开始 无论室内或室外都必须戴口罩 过去两个月 意大利感染率持续上升 周二新增2677人 累计33万人感染 360030人死亡 比利时周二新增确诊1968人 过去一周新增病例破纪录 五天前上任的新总理德克鲁表示 比利时疫情堪忧 医院的入院和死亡人数都在增加 当局下令 从周五开始 民众外出最多只能与三人亲密接触 家中聚会不得超过四人 酒吧晚上11点必须关闭 新唐人记者李梅雨薇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李梅雨薇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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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